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卫为关羽留下了不少人才 比如廖华 马良等人 而就本文所要说的廖立 本来已是在荆州关羽辅佐关羽 不过 公元215年 廖立所在长沙郡被吕蒙占据后 因此其逃回了一周 并最终被诸葛亮废为平民 一首先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廖立生足年不祥 自宫渊 武宁林元人 势必之战后 刘卫公占了荆州之地 并征召廖立 魏州从事 当时他不到三十岁 就被提拔为长沙太守 对于廖立之位人才 诸葛亮曾给出了 庞统 廖立 处之良才 当赞兴事业者也 的评价 也急在诸葛亮看来 廖立是一位和庞统相提并论的奇才 可以协助自己一起兴富汉室 公元211年 刘卫率领大军进入一周 并和一周末刘卓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赤鱼镇守长沙郡的料理 自然听从关羽的节制 也即成为了关羽的首相 二公元215年 在刘卫夺取一周后 孙权向刘卫索要荆州 结果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对此 孙权一气之下 于是 派遣与蒙锡取长沙 玲玲 贵阳三郡 在此背景下 刘卫和孙权平分荆州 即以香水为界 分荆州地江夏郡 长沙郡 贵阳郡 属于孙权 分荆州的南郡 陵陵陵 武陵郡属于刘卫 由此 对于廖立来说 因为习镇守的长沙郡 被东吴吕蒙占据 所以习逃回了一周 在回到蜀汉后 刘卫不仅没有责备她 反倒继续重用这位人才 让她做了八卷太守 到了公元219年 刘卫晋卫汉中王后 又将廖立晋升为市中 可谓非常重用了 三章五三年223年 也及宜陵之战后 刘卫在永安白帝城去世 刘蝉继位为帝 廖立被调任长水校尉 在刘卫去世后 廖立自认为自己的才能仅次于诸葛亮 不过 刘蝉继于廖立的官职 却是低于李延等众多属汉大臣 对此 廖立自然是非常不开心的 在此背景下 廖立自是奇才 公然批评先帝刘卫一再失策 导致荆州覆灭 关羽身死 怡陵之败 损兵折将等等 由此 对于廖立来说 不仅是在发牢骚 更是诽谤刘卫 关羽等人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 楚汉丞相诸葛亮 自然是非常气愤了 于是 写了一份弹劾廖立的奏章 四岁后 在后主刘蝉统议后 于是 下诏费廖立为平民 流放恩山郡 对此 在刘蝉 诸葛亮的要求下 廖立便老老实实地带着全家人在那里耕养自己 到了渐兴十二年 二百三十四年 蜀汉丞相诸葛亮并设五丈远 在得知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 廖立两天常态 表示 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益州成都了 换而言之 在廖立看来 只要自己能够得到诸葛亮的谅解 有朝一日还是可以回到益州成都呢 如今 诸葛亮已经病逝后 蜀汉的其他大臣也不会想起自己了 自然不会征召自己回去了 最终 廖立这位奇才在问山郡郁郁而终了 在此基础上 关于他的生族年 自然也没有相关的史料记载了 总的来说 廖立本来是一位媲美旁统的人才 却因为口无遮拦 所以 被诸葛亮废为平民 文秦怀 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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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